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中国的恐龙 我们再看一个恐龙 万龙 这是在美国芝加哥 那个菲律哲专业史博物馆 那块它有一个巨大的恐龙骨架 万龙有一个特点 它四条转走路 然后它的前面两条腿比较长 昂首挺胸的那种感觉 这个恐龙 迷猴龙 也是北美的一个典型的恐龙 八王龙 三角龙 万龙 迷猴龙 这些其实都不是中国恐龙 确实好多的人不是很了解咱们中国恐龙的情况 我今天就会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中国的恐龙像这个就是一个恐龙明星 大家知道这叫什么龙 马门西龙 马门西龙它的发现 它的名字也挺有趣 其实是科学家到四川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叫马明西的地方 明叫做明 当地人告诉他叫马明西 结果他是陕西人 是杨中健先生 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中国科学家 他陕西人 他这个口音没听清楚 最后清成了马门西 可是在咱们生物命名的法则中 有这样一个法则 叫做命名优先率法则 这其实是为了保护科学家命名的优先权的 但是如果你研究命名了恐龙 然后把它的特征有效地给它记录下来之后 好 这个名字就被记录下来了 虽然它写错了 但是这个错误的名字也要这样记录下来 所以现在我们管它都叫马门西龙 其实大家知道它背后的故事 实际上是在马明西 四川的一个叫马明西的地方发现的 很典型的一个特点 脖子特别长 这是咱们中国的一个恐龙 世界上恐龙总体最多的国家是谁 是中国 根据我们中国古弄暖的统计 在2019年到了12月底的时候 中国已经研究命名了322种恐龙 这个数量在世界上是居首位的 当年这个时候统计的时候 美国命名的大概是290种 所以现在来讲 说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恐龙主类最多的国家 而且中国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每年还在新发现很多新的恐龙类型 科学家研究命名新的恐龙类型 在野外去寻找很多的新的恐龙 每年差不多10种 这个速度也是世界第一位的 所以其他的国家 想再追上我们也是比较难的 这就是咱们中国的一个地方 恐龙的生活时候的一个情景 在咱们这画面中最大的 脖子特别长的就是马明西龙 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恐龙 当然还有翼龙天上飞的翼龙等等 我用了一个叫做中国恐龙五宝 这样一个词 第一个龙 红色的这只龙叫做单极龙 它是一种吃肉的恐龙 发现在新疆 第二个恐龙 蓝色的这只恐龙 小道龙 它会飞 而且还有一些同学可能不太熟悉 说会飞的恐龙 是不是翼龙是会飞的恐龙 翼龙很特别 翼龙它是用第四根手指头 咱们这人的就是无名指 特别特别长 然后支撑了一个很大的翼膜 它用那翼膜来飞的 小道龙是用羽毛来飞的 像鸟类一样用羽毛来飞的 所以翼龙并不是会飞的恐龙 小道龙才是真正会飞的恐龙 第三个恐龙 就是这个绿色的恐龙 叫青岛龙 但是它还真不是在青岛市发现的 这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就是当时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的师生 去山东一个叫莱阳的地方 去做野外地址实习的时候 意外地找到了恐龙的化石 但是这个化石后来又拿到青岛 去做科研的工作 所以科学家就把这个名字献给了青岛 当然后来莱阳市挺不高兴的 说我们市发现的恐龙 最后给命名为青岛龙了 没关系 后来我们科学家又发现了一种新的恐龙 给命名为莱阳龙 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那好 第四个恐龙是什么龙 马门西龙 最早是发现在四川的 后来又在甘肃 新疆很多地方 都发现了这个马门西龙的化石 第五种恐龙 是非常有名的恐龙 我们管它叫中华第一龙 也可以叫做中国第一龙 它是在云南的陆峰发现的 第一个 我们先讲讲大家非常熟悉的马门西龙 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小名叫西西 英文是西西 也叫西西公主 非常可爱的一种恐龙 但是非常的巨大 它是用四条鱼走路 头很小 最典型的特征是有一个长长的脖子 而且是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 并不是说最大的恐龙 脖子就最长 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大型的恐龙 像巨龙类恐龙 像阿根廷龙 像咱们中国河南发现的巨型乳羊龙等等 这些恐龙虽然体型比马门西龙要大 但它们脖子站在身体的比例上 并没有马门西龙长 所以马门西龙是在脖子比例最长的恐龙 这是一个世界之最 好 我们讲第二个恐龙 鹿蜂龙 鹿蜂龙 我们给它起个小名叫 鹿鹿 它也是一种头比较小的 最大的马门西龙达到35米长 鹿蜂龙 大概6米长左右 所以不是特别大的一种恐龙 但它和马门西龙不一样 它主要是用两条后腿走路的 它两个胳膊是相对比较短的 它生活的时代特别早 生活在距今大约两亿年前 这也是在咱们中国大地上 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恐龙 所以才称为中国第一龙 或者叫中华第一龙 这个邮票是1958年 咱们中国邮政发行的 这是中国的第一张恐龙邮票 就以恐龙为主角的一个邮票 而且它还是世界第一张恐龙邮票 所以这个恐龙确实非常不一般 所以鹿蜂龙 我们称它为中华第一龙 第三个恐龙叫做单极龙 前面两个恐龙是植物的 但是鹿蜂龙是吃肉的 单极龙 它的头上有一个单一的骨质的机关 这也是它的名字的由来 这个骨质机关不是很高 但是很显著 另外大家可以通过它尖牙利爪 能够知道这是一种食肉性的恐龙 发现在咱们的新疆 那下一个恐龙就是一个比较小的恐龙了 叫小盗龙 全长的话 这个不到一米长 那这种恐龙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身上长了羽毛 而且它的前肢和它的两个后腿上 都长了飞行用的羽毛 咱们脊椎动物中 长羽毛的能飞的 是各种各样的鸟类 那这些鸟类 它们是什么地方长飞鱼呢 是不是在它翅膀上 前肢上 是不是 它在它腿上已经不长飞鱼了 可是小盗龙 这种小恐龙 它在它们腿上还长了飞行用的羽毛 有人会说了 是不是前肢后肢都有这种飞鱼 是不是飞得更好啊 正相反 如果后肢有这种飞鱼的话 实际上会影响 它的前肢的这种拍动 互相之间有一个协调问题 另外 你长了更多的羽毛 就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 后来小盗龙的后代 逐渐地把后腿上的飞鱼退化掉了 然后演化成了现在的鸟类 这就是一个新的故事 鸟类是从小型恐龙演化出来 现在的所有的这些鸟类 都被称为未亡的恐龙 我们现在地球上还生活着一万多种恐龙 这些一万多种鸟类都是恐龙的后代 鸡也是一种特殊的恐龙 是一种未亡的恐龙 所以这就是一个关于恐龙没有灭绝的一个故事 小盗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画石 一个过渡型的画石 我们再讲下一个恐龙古堡的角色 叫做青岛龙 青岛龙是头上长了一个很高的 一个骨质籍贯的一种恐龙 这个恐龙它属于鸭嘴龙类 它嘴巴扁扁的 其实现在的所有的鸟类 都是嘴里没有牙齿的 可是它们的祖先 它们的恐龙祖先 实际上是嘴里有牙的 鸭嘴龙 别看它现在前面看不见的嘴是扁扁的 没有牙 确实没有牙 它生活的时候也长着一个 像鸟类一样的角质灰 但是在它的头骨的后方 嘴的后部长了很多很多牙 一个鸭嘴龙的嘴里头 能长一千多颗牙齿 所以它们有好多好多的牙 用来研磨比较难于咀嚼的植物 所以鸭嘴龙是一种直视性恐龙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鸭嘴龙的行走姿态 它和鹿蜂龙可能有点相似 还是可以用两足行走的 当然也可以用四条腿来走 遇到紧急情况 可能还是两条腿跑的状态 还有一个关于鸭嘴龙的 青岛龙的故事 就是关于它这头罐 大家过去刚刚发现的时候 是一根骨棒状的头罐 两三年前的一个研究 发现原来这个骨棒 其实是一个更大的头罐 破了之后的一个后边缘 而这个更大的头罐很有可能是中空的 它很有可能有两个主要功能 一个就是说它中空的这种头罐 它可以用来发声 或者把声音放大 或者被低沉 能够传得很远 之后不同的恐龙之间进行沟通交流 还有一种可能是它这个头罐上 有些颜色能够进行物种之间的识别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 到哪里去找这些恐龙化石 第一个图是新疆 在新疆很多保存恐龙的化石的地层 这个岩石 是一种叫做沙岩或者泥岩的这种状态 那沙岩和泥岩 它们看起来都是那种成块的成坨的 那恐龙化石就埋藏在里头 然后沙岩它比较粗糙一点 可是在右面那图 在中国辽宁 你们会看到很多这种一层一层的岩石 这是这种叶岩 这里头也会保存恐龙的这种化石 大家可以想象这两种保存状态是不一样的 那种沙岩成坨的 有可能会保存一些立体性的恐龙化石 而这叶岩好些的都会怎么样 给压扁了 这是不同的保存状态 那到哪里去找这些有恐龙化石的地层呢 有好多种方法了 我这块展示的一个就是看看卫星地图 结合地质图 地形图等等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图上 找到有保存这种中生代的恐龙地层的地方 因为我们传统的理解 化石这类型的恐龙呢 是在中生代地层中发现 我们要找到合适的地层 然后在这里的去找 另外呢 岩石也很重要 我们不能在火山岩里头去找恐龙化石 火山岩都是这种熔岩啊 岩浆啊 给它喷发出来 然后凝固形成的 那这里头显然不会找到好的恐龙化石 如果有的话也都可以烧坏了 我们要找到恐龙化石 要在这种沉积岩里头 经常是河流里头或者湖泊里头 沉积下来的岩石 然后这个才能找到比较好的恐龙化石 好 挖恐龙化石很多时候会到比较偏远的地方 这是我20年前的一张照片 我们这就是在新疆的隔壁里头 去找恐龙化石 大家会看到就有些卡车 吉普车 这些越野能力比较强的车 另外我们会直接扎帐篷在野外 我们在工作的地方周边方圆几百公里都没有人家 离我们最近的是一个油田两三百公里 那个路很难走 要去上油田去做一次补给的话 买水啊买食物啊都要走好长时间 所以我们当地要住在帐篷里面 像我这就是我住的一个单身帐篷 然后我出去的时候会戴着一个草帽 因为那块是非常地晒的 防晒的 会穿着比较浅色的衣服 也是为防晒的 另外呢会穿着像牛仔裤啊 这种越野鞋啊等等 这都是方便在野外的工作 我们可以到老乡家去住 就是说我们有的地方的工作地点 那恐龙化石就在老乡家的后院里头 这是在辽宁老乡家的一个火炕 这个和我在一起的这位老师是徐兴老师 也是世界知名的恐龙学者 这是我们俩年轻时的样子 应该是二十多年前了 在野外呢会用到一些专有的工具 我们最常说的地质工作者 或者古生工作者的工具就三样 叫锤子螺盘放大镜 上面两张图呢显示了锤子和放大镜 左下角这图呢是一个螺盘 然后呢螺盘可以指示方向 也能测量地层的倾斜的角度 有很多的功能 后来呢我们又有其他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GPS 比如说无人机 高分辨率的这个相机等等 可以去更好地了解当地的地貌 在野外的时候 我们由于生活在非常荒凉的环境中的时候 我们会有建一个营地 这一个呢 左上角图呢是我们在 这个一次中美的联合考察 然后我们建的一个营地 这个营地呢是这样 一般的会有一个主营房 是大家吃饭 然后聊天 谈工作 这是一个场所 到时晚上休息的时候 都会到自己的帐篷里头 这个营地这个主营房呢 是可以供电的 其他的这个就是只能抬头看星星 那野外的星星非常好 你在城市里头看不到那么多的星星 在野外能看到非常清晰的星空 那右上角的图呢 是我在河北出野外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到 已经有一个小小的熔原化石 已经暴露出来了 而且在它旁边 还有一个像 像小草似的一个树叶的 一个植物化石 然后我们会用到 这个铁销 这是挺常用的一种工具 右下角的是一个 叫做电稿的工具 它就是接到一个发电机上 这发电机是可以用汽油来驱动 然后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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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把这个化石周边的石头打松了 这样的话我容易把化石完整地给它取出来 在野外的环境呢 还是比较艰苦的 你看我们经常会遇到 尤其在隔壁的时候 会经常遇到沙尘暴 这个是沙尘暴刚刚起来的时候 之后会漫天的这种黄沙 你可以看到这个帐篷 有一侧都已经给吹瘪了 中午午休的时候 帐篷里怎么样 太热了 那个地方太热了 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个 这车的一个阴影里头 躺下休息一下 这个是非常的艰苦 大家经常说 找化石是不是非常高深的一项本领 这个老师有一种非常敏锐的眼光 能够找出这个地上 能够找出化石 确实是有经验 挺重要 比如说化石的颜色 化石的质地 和它周边的岩石是有一定差别的 但是也很需要好的眼神 在野外找的时候 基本是这种姿势 就这么找 这么找 所以找了一天之后 会觉得怎么样 腰酸背疼的感觉 找到化石的时候 并不是马上就用锤子来敲 它用一个小刷子 它来看看化石 是这个动物的身体的哪个部位 然后看看化石的延展的方向是什么呢 我们并不想现在一个化石 马上就拿锤子敲 最后把它敲坏了 我们要知道它往哪个方向延展 假设如果这一个头在这 然后身体往这个地层里延展 那好 很可能一个完整的恐龙都在这个地层里头 我们要尽量了 把它完整地取回去 遇到化石之后 打胶挺重要 这是一个乌龟的化石 给它赶快打上胶 这样防止它进一步地风化破坏 然后再回到研究室的时候 可以把它很好地修复出来 这个化石就是一个恐龙的化石 在红色的地层里头 那些黑色的小骨头片 都是一个个恐龙的骨头碎片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 一个肉食恐龙暴露出来的一部分 我们会看到它暴露出来的一部分 实际上它经常是在一个山坡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要想把它完整地取出来 就要把它周边的石头给它去掉 经常会挖出钩来 把它孤立出来 然后呢 会用 这个白色的是石膏 会用石膏把这个化石给它封下 然后呢 这个 用这个电钻 把这周边的岩石打松 最后要尽量地削减到 像一个蘑菇形的样子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我给它翻的时候 就容易把它削断 是不是 这是翻过来之后的情景 我们把这个过程叫龙翻身 这恐龙给它翻了个身 然后把这头的那些没用的石头 我们还要尽量地去掉 因为我们尽量地要带化石回到研究室去 然后这面再给它封上石膏 它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石膏包 有的时候化石特别大 我们就不能用石膏包的方法 我们用另一种方法 叫做套箱法 就是打一个木头箱子 然后这木头箱子 尽量和这个化石的形状大小一样 然后呢 把它缝隙都给它填满之后 套在箱子里头 整体运回来 这个有的时候 这个人算不如天算 这个你测量的时候 和你最后这个化石石膏 这个结束的时候 形态不一样 像这个就是 这个箱子做大了 中间站的就是木工师傅 回家还得重新改一下 把这箱子尽量改的 和它这个岩石的大小形状是一样的 回到研究室之后 我们要进行一个室内的处理 室内的工作就是把岩石给它去掉 然后化石加固 然后给它暴露出来 岩石好的 遇到大型的化石 就这样一个灯光就可以了 当然它会有一些专用的一些机械笔 气动笔等等 要是遇到精细的化石 就要在显微镜下进行修复 这是修复之后 就那一个大的石膏包 里头有三条恐龙 而且分布在不同的层位上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化石 好 那我们最后再看一看 整个古生物学的一个研究过程 第一个呢 我们有一个资料分析的过程 我们要看很多的资料 查找哪块才能找到这些恐龙的化石 当然有的时候也要向当地的老乡去查询 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打井 都有可能打出化石来 这个老乡的线索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第二个呢 就要在野外去寻找这些化石 低的头找了 或者还有一些地层的研究数据测量等等 第三个呢 就要把这个化石给它采集回来 第四个过程呢 就是回到研究室之后 先把这些化石从岩石里修复出来 最后呢 才是我们研究人员去写研究论文 把它研究命名出来 那好 怎么给恐龙起名字 在野外的时候 我们会经常遇到一些有趣的意外 比如说意外北漂龙 就是我们即将收队的时候 一个老乡说 我家里有一些零散的化石 你们觉得有用你们拿走吧 结果徐星老师带着人去给它拿回来之后 我就看它亮眼放光 因为它发现了一个恐龙的新物种 你们看到这件化石 一个恐龙的骨头棒 上面有好多丝状的东西 丝状的羽毛是原始的羽毛 这是一种长了羽毛的 原始的羽毛的 被命名为意外北漂龙 这些都是非常叫做开心的意外 而且这还有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经常有一些新手的这种定律 新手经常会找到很好的化石 并不一定是那些非常著名的科学家 这是一种命名方式 就是发现过程 意外地发现了 还有一种命名方式 我们把这个恐龙的名字 献给某位科学家 董事中华道龙 那就是献给了 被称为亚洲龙王的董之名教授 杨氏锦州龙 叫做杨忠健先生 也是中国古脊对动学的创始人 中国恐龙之父杨忠健先生 当然还可以根据地点 根据化石产出的时代 或者根据特征来命名恐龙 研究命名之后 就是庄稼展出了 你们在博物馆看到的这些恐龙 庄稼展出恐龙 都已经是最后的阶段了 而且大多数的化石 都没有去庄稼展出 大多数的化石都在研究人员的 比如说办公室 或是在标本库房里头存储着 展出的那些都是比较适合展出的 或者说相对比较完整的 能装成一个完整骨架的 给大家来展示 最后一张幻灵片 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在中国哪里头能够找到恐龙化石 我们曾经做了这样一个统计 就是说在全国已经在26个省区 发现了恐龙化石 我们那小骨棒是叫做根据骨骼化石 命名的我们这块显示的有322种 当然现在就更多了 340 50种都有了 然后再根据蛋的化石命名了 中国命名了70种恐龙 然后又根据恐龙的足迹化石 研究命名了60种 所以中国的恐龙化石真是太多了 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 还有我们观看这个节目的朋友 你们有机会的话 跟着科学家一起到野外 去找中国恐龙化石 谢谢大家